大家好,我是铁头 现在正式吃新鲜黄豆的季节 今天我用它配上一些普通的食材 来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地道的农家菜 我们先把黄豆给清洗干净 把它的内衣给脱掉 这一层内衣一定要给它脱掉哦 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现在才知道市场上卖的黄豆 为什么要那么贵 因为它太费人工人 我看我妈剥了两个钟才剥了那么一点 可能是一斤多一点点吧 洗净了黄豆先放一面备用 准备一把妈妈排酸菜 洗净后先把它的老根鸡掉不要 再切块 稍微大一点点没关系 切好放一面备用 接着来切一块姜片 准备拌进鸡爪 洗净后去掉指甲 再把它对半切开 最后准备五块钱的五花肉 把它切小块 跟鸡爪放在一起 拿去焯水 冷水下锅 加入姜圆 再撒一点料酒 水开后给它煮三分钟 水开后我们要把煮出来的水帽给打掉 水开三分钟后 捞出控水备用 因为这个挺干净的 所以不用洗了 锅中不用下油 接下来我们把酸菜的水分给炒干 炒出香味 炒干水分的酸菜直接放入砂锅中 稍微给它铺平一点 再把准备好的黄豆铺上去备用 锅中下少许油 接下来我们来炒点糖色 家里的冰糖没有了 我们用白糖也可以 小火慢慢熬 把它熬至枣红色 大家要注意细节 大泡转小泡之后就差不多了 好了可以了 把我们的鸡爪放进去 开始翻炒进去 大家来看一下 颜色是不是马上就变漂亮了 接着把姜片也加进去 给它炒香 姜片的香味出来后 我淋入开始 刚摸过面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的黄豆酱 适量的盐 少许的生抽 把它搅拌均匀 调小火焖煮20分钟 把锅盖也盖上 好 鸡爪五花肉焖了20分钟了 看到现在都想吃了 把火关掉把它转到砂锅中 再调入少许的白糖 综合一下酸菜的味道 稍微给铺平一点 再盖上锅盖 调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小火 给它煲多15分钟 好了 时间到 现在给它搅动一下 哇 口水都流啊 差不多了 汤汁也不用瘦得太干 关火开吃 这锅黄豆炸菜包做好了 有荤有素 食材丰富 普通的农家菜 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美味 超下饭哦 好 这锅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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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